我先講這次支持韓國瑜的小編他是懂法律的 因為他強調第一個我不是做商業行為用途 著作權他有一個利益的關係所以有商業行為用途 我是做吹票影片嘛 所以我不是做商業行為用途 第二個你在看這是騙子喔 這是韓國瑜知不知道 不要讓韓國瑜知道就可以做了 懂我意思嗎 我要幫林淑英 但是我不要讓林淑英知道我就幫你做了 所以韓國瑜不知道以外其他人都知道 這樣測網可以過 看很像 不過你回來看這個騙子喔 因為他配音很專業 那麼講網友自製的跟這個騙子的程度來講 我覺得這比較像是一般商業行為的行銷公司 口碑行銷所做出來的騙子 就專業嘛 不是一般的網友自己一個人可以搞出來的嘛 因為他的郭英各方面要有一定的設備 你也可以做簡易版 可是因為他的長度是完整的 也就是說核泰這支廣告從頭到尾是完整的 第三個 第三個這是挑戰社會的一個道德尺度啦 先不管是真的韓國瑜的支持者 還是假的韓國瑜的支持者 先不管這件事情 因為這檔選舉是舉國注目的 那有特定正銀的支持者 做了一個盜版的東西 韓國瑜你譴責的力道有多少 這是態度的問題 是我講說啊 雄遠不要做這種事情 還是很嚴厲的譴責這件事情 這是態度的問題 最後一個 你要到封田和泰的東西 你有沒有想過這些車主嗎 如果我剛好是封田汽車的使用者 我又是這個年紀 年輕的人 我花錢買了這部車 然後這部車 雖然他這個廣告 他這個微電影 忽然間變成一個這樣子被盜版使用的東西 你的內心感受是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播出來後 不是影響在高雄而已 這種事情對韓國瑜的支持者 已經是第二次還是第三次了吧 就是說如果我們承認一件事情 就是說今年的選舉裡面 40歲以下的世代是一個很重要的變數的話 那麼當韓國瑜的支持者 哪怕他不知道是誰 做出這種盜版的東西 這種行為 你今天到的是封田 哪一天你到的會不會是國外大廠 就是台灣的臉會丟到哪裡去 40歲以下的人會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吹票行為嗎 這一件事情做下去之後 他的影響是只有在高雄嗎 這是很好奇的 尤其是河泰汽車 豐田河泰他在台灣的汽車市占率是蠻高的 很多年輕族群的人 甚至有一些社會新鮮人 他的第一部車 買了我買一個新車的時候 他也許就選擇了這個牌子 所以他才會找一個年輕人圓夢 然後尋求自己的初心 所以你做了一個盜版侵權的行為 這樣子的一個示範 真的能夠打動這些人的心嗎 當你一天到晚在想北漂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然後你做了一個 這個是很價值矛盾的事情 當然我可以說我不知道 我也可能真的不知道 但不知道卻不顯得代表鼓勵嗎 我再舉一個例子 每一個進選的辦公室可能都很亂 每一個種都很亂 可是你一定要有一個基本的紀律跟控管 對 就好像盧秀燕的年輕的助選員 他要諷刺林佳龍可以沒有問題 可是在沒有內部控管之下 把一張照片擺上去 犯了地方忌諱 民俗忌諱 我要講這件事情就是說 這是選縣市首長 縣市首長選幾個東西 希望願景 紀律能力 如果 如果 我也不曉得40歲以下的人怎麼看 如果他一個基本的紀律能力沒有的時候 我要怎麼相信這個事情 當然還有一個 我就是要投反對的 也可以 可是這個東西 今天是豐田 下一次呢 下一次會是哪一家廠商 好 下一次